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敬请锁定 稍微捋一捋 你看见中国的官员 中国的宣传机构 这些年来都给习近平先生贴了一些什么样的标签 我们原来只以为是什么习大大 习核心 这个早就不够用了 最初啊 最初是 这个新华社把习近平贴上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这么个标签 然后呢 在这之后呢 开始就吹捧习近平 吹成了一个领袖系列 领袖系列 这是所有的吹皮吹给习近平贴这个标签拍马币拍的最多的一个系列 有党的领袖 大国领袖 国家最高领袖 最高领袖 移民领袖 一直到人民领袖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还有这个前西兰日报曾经贴过一个伟大领袖 贴出了一个伟大领袖 后来这个伟大领袖 出来以后呢 发生了一些这个政治上的小插曲 他就把它抹掉了 在所有吹品习近平先生中 关于领袖的最多 关于领袖的最多 在领袖之外呢 就是统帅 伟大统帅 最高统帅 再就是伟大系列 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 后面还有大姓系列 党子大姓 君子大姓 民子大姓 还有一个 不愧系列 不愧为一名领袖 不愧为新时代总设计师 不愧为中共新一旦核心 这个发明创造权是蔡奇的 还有一个家的系列 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思想家 理论家 战略家 这个发明创造权 也是蔡奇的 那么下面下个问题 我就说哪些人在拍 刚才我们说过的蔡奇 蔡奇在这个 吹捧习近平的系列中 他有两个系的专利 都是他的 一个家系列 一个是不愧系列 都是他的 那么在蔡奇 这是北京市委书记 那么还有个天津市委书记 这个李鸿忠 大家是最著名的 而且是拍马屁 拍得最早的一个 大员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一定会成为 李鸿忠拍马屁的千古绝唱 还有这个河南省委的 谢夫瞻 他带领一批人 盯着一棵树 就这么看 你们看屏幕上 那个树呢叫席桐 不知道他看出什么东西 出来没有 这是一种 拍马屁的一种行为艺术 他不是嘴拍 他是一种行为艺术 还有王毅 外交部长王毅 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他只说外交啊 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是对过去三百多年来 三百多年来啊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 要就不超 一超超三百年 在这些 省部级 地方的中央大院之外呢 解放军里头吹得最响的 拍马屁最多的就是这个常望权 他有著名的五天五地说 五天五地 哪五天五地呢 顶天立地的 历史丹丹 托其的伟大梦想 这是一天一地了吧 今天伟地的雄才大略 引领前进方向 再是暂天斗地的革命精神 令人心赤神网 再是翻天覆地的开心独强 铸就聚变沧桑 最后一个五天五地 感天动地的领袖情怀 彰显大爱无疆 成为众万所贵的领袖核心 军事官员 外交官员 省部的大员 这就是列出了几个 在担惊中国的这个观察 你已经找不到不这么拍的 我不知道这个 李克强拍有没有拍 我好像没找到 除此之外 可能没有拍的不多 这是一种观察生态 下一边的问题 我就解读为什么要拍 要解读 一个解读就是投机 政治投机 这个简单 如果把所有这些拍都解读为政治投机 相对简单化了一点 常万全投什么机 马上就滚蛋了 他也许是跟郭文雄的关系太密切 他要保命 所以说呢 常万全就谈不上政治投机 他这个拍呢 要保命 还有一个这个解读呢 这个胡少江先生的解读 他说这些拍的官员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观察 有多少官员不愿意跟存 不愿意随他 就是检验他这个官员的政治忠诚度 以便清洗那些不愿意跟存的官员 二是呢 胁迫另一些不愿意遭受政治清洗的官员呢 从此跟风 扼杀不同声音 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这个解读呢 我觉得不是我解读的放糊 不是我解读的意思 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想法呢 是什么 就是这种拍马屁在担惊中国呀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呢 而且这个从嘴巴上的拍 最后落实到行动上这么干 是一种政治上的恐怖的蔓延 是一种恐怖的蔓延 也就是说呢 为什么说是一种政治恐怖的蔓延呢 就是你如果不去拍 你的官位 你的人身 就没有保障 而这个制度的这种 制造这种恐惧 正是孟德斯九先生强调的 就是专制政府的原则 那就是恐惧 这个很早的时候 他就说中国的专制 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他的原则是恐怖 这是他在弄法的精神里面说的 这一句话仍然适用于当年今天的中国 你如果不去拍 现在习近平先生 他的这个权利 原来原来拍习近平先生呢 你还有可能拿到一个位置 那现在位置都不好了 你像蔡奇这样的人 他是在上位之后拍的 更起劲啊 他并不是上位之前拍的不那么起劲 是蔡奇是连续的破格提拔 然后开始越拍越厉害 李鸿忠的拍呢 大家有不同的解读啊 但是很大部分解读 就是说他当年跟习近平先生的父亲 关系没搞好 因为他是李铁印的秘书嘛 那么当年这个习仲勋先生在台上的时候呢 李铁印 跟习仲勋的关系很好 后来李铁印 政治上走辈子的时候呢 李铁印和李铁印的秘书李鸿忠 就跟习近平关系不好了 这个东西也可以理解 因为你稍有不慎 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你就完了 所以呢 后来习近平的父亲到李铁忠管的那个地方 就是深圳的时候呢 说他居然一次不去看这个老先生 所以李铁忠先生呢 拍说有一种自保的意思 但这个解读呢 是不是这个能够解读正确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李铁忠先生从湖北省委书记 再升到天津市委书记 一路拍过来呢 他是这个升到天津市委书记以后拍的 他是不是一种自保 再加上习近平先生这么多年了 一直在防腐 搞下去的人都是阴谋家 你看孙正才这样的人 昨天还说的要接班了 转身就成了阴谋家 这种官场的恐怖 把这个专制政治的原则就是恐怖 放大到了极致 孙正才就是最经典的一个例子 你这个时候你不拍不行了 那么这种拍呢 你像这个东京大学的博士 这个胡和平先生 他并不是不知道 你去了一趟隋德 你去了一趟梁家河 你就知道荣誉了一个伟大的中国领袖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领袖孕育的也太简单了吧 在隋德生活的人有多少个呀 在梁家河生活的有多少啊 习仲新先生在隋德生活过 他怎么又成为伟大领袖啊 还有这个梁家河大学问出了以后呢 就网上出了一个梁家河七日游 挺有意思的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没看清楚 没细看 没细看 习近平先生正好在这个梁家河插队了多少年啊 七年 七年 然后他搞了个七日游 我那个有点看不见 那个里头啊 这七日游 我刚开始傻乎乎的去 还问人家这是不是真的 后来我一仔细一读 读到第二条的时候呢 第二天游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黑色幽默 第二天干嘛呢 早上啊 这个喝玉米糊糊 仓后呢 砍一百斤小麦 走小麦走十里三路不换间 然后呢 晚上点蜡烛看这个 习近平的苏丹 恒与黑 傲慢与偏见 这不就是 整个一个就是 在讽刺你老习嘛 对不对啊 你这个书单是你自己练的啊 那个走十里三路不换间 也是你在说嘛 是不是啊 所以我一看这个 我就知道这个 这是人家 这是中国人啊 在利用梁家和红社七日游 这个活动 在批这个习近平 挺有意思的啊 原来我以为 这是什么官方的一个项目 赶了半天啊 是人家来讽刺 挖哭你习近平 这讽刺底下这些人拍马屁 利用梁家和啊 达到各种各样的政治目的 满足各种各样的政治要求 那么就说到这个 专制政治的这个原则是恐怖之外呢 另外一个 孟德斯就 他的这个很了不起的看法就说呢 就在专制政治制度之下呢 他的教育 是培养奴隶 你如果这个 在专制政府之下 你的这个教育是培养了公民的话 他就不怕你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种教育制度之下 这绝对是培养奴隶的 培养你不敢反看 你只能臣服的是一种教育 所以你看看现在中国的教育是什么德行 我那时候当大学老师 教室里头有什么摄像机吗 现在就说教室里有摄像机 我也没有听说过 我那时候当老师的时候 学生敢告我 你敢啊 对不对啊 可是现在这个制度 就开始鼓励监视老师 鼓励举报老师 可以这么说 专制制度越恐怖 教室的待遇就越悲惨 那么教育这个举报的老师的就越多 有人问我 最后有一个问我 习近平先生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 对不对啊 从一刚开始 叫习近平先生大大的时候 习近平先生是接受的 官方媒体也在做 也在说习近平先生跑到北京四方大学 是吧 然后一个学生问他 我叫你大的可不可以 习近平说可以 后来我看的那个图片啊 北京四方大学还把习大大这几个字收到了图书馆作为珍藏的资料 这是这个最初的阶段 那个时候习近平对习近平的拍马屁以及作为个人崇拜的这种政治气氛还没有到到一种如今这个地步 那个时候呢 习近平是否有一个 要想到丹津拍马屁拍到这样一个地步 他可能也没有数 但是到了这个李鸿忠 谢福璋 王毅 常万全 蔡奇子又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拍马屁 你说跟习近平什么关系 他心里很清楚 他很清楚 他知道这是这些 第一啊 这是这些官员对他诚服在政治上表忠诚的信号 这是很清楚的 那么在大家都这么干的时候 不去干的人那就落后了 因此呢这些官员要争先恐后的要去表态 就当年叫西核心的时候 十几个叫十几个在叫 那真的就怕自己落后啊 那么现在这么拍的时候呢 你不拍都这么拍了 你不拍 那就落后了 你可能评分 政治上评分 你就可能打负分 而且这个时候 嘴巴子拍 已经拍到 谁能超过李鸿忠这种级别啊 对吧 超过常万全这个地方 你就要脑子要想办法 怎么样超越李鸿忠 怎么样超越常万全 那么胡和平先生 梁家河大学问 我可以说就超越了他们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通过这些省部级官员带头 释放搞这种拍马屁和个人崇拜之后呢 他能够对大众起一种宣传的作用 当年 我们这些傻乎乎的人不就相信毛泽东不会死吗 天天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对吧 现在一想人怎么可能和万岁万万岁呢 天天一喊毛主席万万岁 那就知道这家伙真死不了 后来等我记得那次老毛死的时候 我正在篮球场打篮球呢 那时候 然后学校里的大礼堂开会 我就想这个家伙居然能死 这个对习近平的这个拍马屁和个人崇拜 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他把它拍成了这样一个境界之后呢 人们就觉得他是大礼神 无所不能 所以你看看习近平先生自己啊 这一个图片 习近平先生自己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我把这个图放出来的时候 底下的图文 说个我们那个导播听的时候 导播问你这个是不是中文有问题啊 我说没错 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研讨会上的讲话 他自己在学自己 这次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他能不知道吗 在某个意义上他默许这种做法 所以中国现在啊 在这个时候搞梁家河大学问 有一种巨大的反差 就是中美的贸易战打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 这些当官的他不思这个 为国家 为民族去解决问题 他们在想办法研究梁家河大学问 而且这是清华大学的校长 所以我刚才感叹了一下 为什么中国生产不了芯片 为什么美国 为什么现在中国被美国追着打 毫无还手之力 就是因为这些拍马屁的 不干正事的人 太多 官场的风气烂透了 无心为国做事 只想着怎么样在政治上 逃出恐惧 活下来 你说这样的人还能为国做事 那么就剩下一个习近平 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把它都放在习近平的肩上 你习近平不睡觉 你累死 你也管不好啊 所以说 最后才可能接受 金畅荣啊 胡锡进这样的人的一些收主意 对美国声称要以牙还牙 好了 今天节目就讲到这 谢谢网友的收看收听 到此打住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